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努力的思考一下 回顾一下 跟上讲课的思路 刚才我们给了这样一个离散系统的设计过程 那么刚才我们分析的是在这个地方没有凝结保持器的时候的情况 但是实际上背空对象它的前端一般都有凝结保持器 那么如果你这地方真的没有凝结保持器的话 相当于说你这个地方背空对象是被一串一串的脉冲冲击着 一般没有 一般不这么来做 一般都是有凝结保持器的 那么在理论分析的时候可以这么来分析一下 就是前面没有凝结保持器 这时候它使系统稳定的范围是在0和4.328 记住这个值 没有凝结保持器的时候稳定的范围是它 不再是连续系统的0到无穷了 现在这个稳定的范围小了 也就是说当你这个采样开关放上以后呢 采样点之间的信号没有了以后 系统的稳定的那个程度会比连续系统要降一些 那么再看 当有凝结保持器的时候 前面加个凝结保持器 那么还像刚才那个思路来做 现在这个开关卖冲传件还说要是它两个连到一块进行Z变换 那这是凝结保持器的 这是背空对象的 乘到一块 这个凝结保持器底下有一个S 这个S并不改变系统的接数 那么我们把这个东西呢 1-Z的负习次方提出来 那么K也拿出来 然后这个地方呢 是把这个东西S放到前里边去 放到里边去以后 分解部分分式 然后分别这个进行Z变换 乘起来 乘起来以后你看 原来系统是二阶的 现在还是二阶的 不因为你加了凝结保持器以后接数会增加 只是改变了分子 改变了分子 那有了这个表达之后呢 我们关于系统稳定的范围的问题啊 就使得系统稳定的那个K的范围 那么就拿它来做 那么B环的脉冲传件还数等于单位反馈的 它的分子和它是一样的 它的分母等于它的分母加分子写在这儿 这是它的分母在这儿的 分子写在这儿 让它的分母等于0 就是特征方程了 把这两个成开 这样表达是啊 有了特征方程 稳定性的问题就可以解决了 这地方呢 我们不用W变换了 用助力问题判据 把两个判据都熟悉一下 怎么做呢 第1要大于0 第1-1也要大于0 对吧 第1带进去 宁可带这个式子啊 第1带进去 我知道就没有了 然后这个1带进去以后呢 这个负1和1约掉 这个正的它和负的它约掉 里面是个T-T的E的负T次方 就它 把这个T提出来 那么这个东西要大于0 这个东西肯定是大于0的 T是采用周期肯定大于0的 那么这个实际上说 K要大于0 另外呢 D-1带进去 D-1带进去呢 宁可也带这个式子 负1带进去 负1就是 2倍的1加1的负T次方 这边把它带进去啊 带进去以后 这个带成负1以后呢 把它带一下 写成这个表达式 这一摊是它算出来的结果 后边 把这个Z带成负1以后 带成它啊 那么这个表达式说明什么呢 说明它要被 K前面这个数除了以后 K要小于这个值啊 另外呢 这个第一要大于0 D-1要大于0 还没有完 它要列助力表 列助力表的时候呢 按特征方程的系数来讲 第一行第一列是它 对吧 第二行第一列是1 就这 就是三列了啊 那1要比它的 取决的值要大啊 就这个表达式 这三个条件同时考虑一下 第一个条件实际上就是 K要大于0 这个表达式呢 把2加2乘1加1的负提次方 然后把这个3E的负提次方 减1 除一下 那么K应该小于它 这算出来是26.4 这个结果啊 把这个 把这个东西拿到这边去 1-1的负提次方 再除以这大东西 把那个 这个T啊 T等于1 带进去 算出来是2.39 那么这三个条件的公共交集是在0和2.39之间 实际统稳定的范围是0到2.39之间 刚才我们算了 当没有灵结保质器的时候 它的范围是在0到4.3级 对吧 现在变得更小了 怎么解释它 灵结保质器近似的去看 相当于这个2分之1拍的纯延式环节 对吧 纯延式环节不改变开环的增益 但是把开环的向脚向后延了 开环向脚移了以后呢 向脚余度就减小了 系统的稳定程度就降低了 所以使得系统稳定的这个K的范围也就小了 这样子 那么接下来还有这个稳态误差的问题啊 稳态误差 这是同样是一个 这开环 开环迈充传接还是同样是1型的 要求稳态误差的话是 单位协波作用的情况下 稳态误差等于AT除以KV 把KV算一下 KV等于 把它拿过来 把这个Z减1约掉 结果呢 是KT 这个一约 KT 那么 稳态误差等于 AT除以KV KV现在是KT T2T一约 K分之一 就和开环增益 KT 乘 反比 这个结果呢 和连续系统的 在这个相同情况下的稳态误差是一致的 它就 这个 你在前面加零解宝器以后呢 这个稳态精度 稳态误差和T就无关了 所以 离散系统的这个稳态误差呢 你有的时候和T是有关的 有时候T是无关的 你要具体要计算一下 这问题啊 模型的问题 稳定性的问题 稳态误差计算问题 三个要点 好 再往下走 这是第12个题 第三 第13个题 还是这个被攻对象 前面呢 加了一个 纯质环的 继电特性 变成一个非线系统了 那么 这个 叫你确定一下 现在把这个 叫你确定一下 它这个 辅导描述上的曲线是这样的 从这开始往一致往过走 辅导描述上的曲线给你画出来了 叫你确定一下 这系统会不会自振 会不会一定自振 第二个 当这个MH和这个K都等于1的时候 叫你确定一下 系统自振的参数 A和Omega 当然这个A是 它的复制 第三个 讨论一下 这可以增大 或者在这个地方 加一个纯原式环节 那么它的自振的情况 就会发生变化 自振的参数 就是这个自振的复制 和自振的频率 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定性分析一下 那么 首先把这个 辅导描述曲线给你之后呢 它这个系统 这个一型的二级系统 辅向曲线是 这样的 那这有个焦点 这个焦点是自振点吗 零 零正 无穷 Omega这么变化的 这是一个最小相交系统 里边是不稳定区 外边是稳定区 那么 这个点呢 是从不稳定区 穿到稳定区的这个点 是自振点 因为在里面不稳定 所以你在里边的那个 A要增加 要向它靠 因为外边是稳定的 稳定待不住 A要减小 往后来靠 所以这个点 是自振点 那么 有了这个自振的 结果之后呢 要把这个 这个 自振的参数啊 这是当这个 K等于1的时候 自振参数要算一下 那这个系统 自由响应运动 是不是一定自振 除了自振之外 还有没有别的形式 到最终 自由响应 到达 到达最后的时候 只有自振 对吧 不管出世扰动 小也罢 还是大也罢 最终 一定是自振 没有别的 自由响应运动的形式 那么这样一来好 我们就求一下 自振的参数 求自振参数 定量计算的话 就带它的这个 自振的必要条件 那么这个 纯志环基建特性呢 它的描述函数 不用记 如果考试的话 它会告诉你啊 就是它 然后呢 记一节 Om把它拿过来 S环着节 Om让它等于-1 这事情怎么算 把这套东西 拿过去 展成实步加虚步的形式 和这边实步虚步 对应相等 好了 这边留下来 把K拿到这边来 把它拿到那边去 整成实步加虚步的形式 现在呢 把这个MHK都等于 带到里边去 K等于1的话 这就不要了 M也等于1了 这个H也等于1了 带进去以后 是这个结果 实步 是这个M等于1了 这个照写 这个H也等于1了 这边是 Om平方 实步 虚步呢 这个MH都等于1了 K也等于1了 那么就是4比πA平方 等于Om 负的和负的 就不要了 这两个方程 这两个位置数 一个是A 一个是Om 自证的复制 自证的频率 就这么来做 那你看 这个东西 乘它等于Om平方 这个东西单独 等于Om 那就是这个东西 等于Om 对吧 我们可以看出来 这个方程 就是A平方 减1开根号 等于Om 有了这个表达式之后呢 我把这个平方按下 就得到这个表达式了 有了这个表达式 把这个 把这个 A平方呢 带到这个里边去 拿到这 就是4比π等于Om 乘A平方 A平方用它带进去 导出一个 关于Om的这个 方程来 那么 这相当于是 这个Om乘上1 Om加Om三次方 要把这个拿过来 再加上 4比π 等于0 解这个方程 好解吧 不好解 这是1元三次方程 怎么办 试根 在哪试 政府无穷之间 去试 看 把这个Om减π比 4分之π拿到这边来 这是Om三次方 这是4 就π分之4减Om 焦点这个地方 就是减Om 你就在这个范围当中试就行了 对吧 把这个根试出来 Om的对应是 0.786 自证的频率有了 每秒弧度 把它再带到这个里面去把A再算出来 A是等于1.272 自证的复制 自证的频率有了 第二个问题解决了 第三个问题 当K增加的时候 线性环节 K增加的时候 自证的参数会发生什么变化 定性的去分析 这个K一大了以后 这个蓝显就向外边扩张了 一扩张了以后 你看原来自证点 比方说现在K增加两倍 这个角度没有变 K增加以后 向脚是不变的 还这个角 那这个点就增大两倍 就跑到这来了 新的自证点在这 这个自证点是从这扩大两倍过来的 A 原来A在这 现在A到这来了 A就变大了 当K增加以后 自证的扶值增加了 频率呢 频率是G点的频率 G点的频率比G点的频率来的大 这是Om增加的方向 所以新的自证点的频率 比原来老的自证点的频率要来的高 K增加以后 对这个题而言 A增加了 Om也增加了 对不 定性分析把这概念搞清楚 另外 如果我这个地方加个纯岩石环节 加了一个纯岩石环节 加了纯岩石环节以后呢 它没有动 这个红线就不动 加了纯岩石环节 这个蓝线就变了吧 变成一个 加了纯岩石以后的那个特性 这是吧 A K增加以后 A增加 Om增加 这是原来的 加了延迟以后呢 曲线变成这样一个东西了啊 对不 然后这一点 原来自证点 现在呢 向后延迟了这么多的角度 变到这来了 而新的自证点在这儿 这点是由谁来的呢 由这儿画圆弧画过来的 A 增加了 Om 这个减小了 越往这边 A越大 那么这点的 这点新的自证点的频率 是由它来决定的 它的频率比它来的低 对吧 所以加了延迟环节以后 A增加了 频率 减小了 记住了 那这种分析呢 只能是一提一解 你只要掌握这个方法 具体分析就行了 和你这个非线性特性有关 和线性环节也有关系 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 这是第13个小题 套增加 A增加 Om 下降 好了 我们把这个 用一个点击线增加 记忆从从头到尾 把我们的这个 这个 过程呢 一些主要的知识点 从头到尾串了一下 纵向的贯通一下 再看 关于稳定性的判定问题 现在我们 横着看 关于稳定性的问题 时域法 根个矩法 评计法 都可以来解决 那么 对于同样的问题来讲 我们用不同的方法来做 我们举这样一个例子 系统的结构图 现在告诉你是这样的东西了 叫你确定 这个系统的 稳定性 那么 如果要是 再进一步说的话 就是使系统稳定的 这个K的范围 或者开环增益的曲子范围 将你解决这个问题 稳定性的问题 那么对于这个问题来讲的话 我们有不同的方法 首先我们把开环 问题性的问题 就是把 取决于特征根 把这个特征根 确定出来就行了 而特征根是由 特征方程确定的 那么 所以我们首先把 特征方程 要写出来 对于这个系统来讲 开环增益 把这个二和五提出来 那么开环增益的 K信号除以十 系统是一个 乘起来以后 这是二型的 在这 系统是二型的 那么把特征方程写出来 那么特征方程就等于 它的分母加 它的分子 分母等于 开环的分母加分子 这个事情是 不管你单位反馈 还非单位反馈 一样 但是单位反馈的时候呢 它的 这个闭环的分子 和开环的分子 是一样的 特征方程有了 特征方程有了 我们解这个事情 怎么做呢 十余法当中我们用的是什么 劳斯范句 所以用劳斯范句可以减 劳斯范句呢 就是列劳斯表 根据这个特征方程的系数 这是 一 十 K信号 七 二K信 是吧 然后他俩相称 七十减掉 二K信 再除以七 然后这个K 拉到这儿来了 这个地方呢 是他俩相称 减他俩相称 再为他除 结果写到这儿来 这是零了 把这个K信号 拉到这儿来 那第一列的系数 全部大于零 系统是稳定的 要满足这个条件的话 这个要求K信号要 小于 七十除以二 三十五 这个条件呢 这个东西已经 大于零了 就它的分子 大于零就行了 算一下 可以得出来 这个得出来 这个结果 是要求K信号 要小于二十二 二十七五 这个地方呢 要求K要大于零 K信号大于零 所以使系统稳定的 那个K信号的范围 是在零和二十二 二十五之间 那么开环增益呢 把它除以一个十 使系统稳定的 开环增益的 取出范围在这儿 没问题啊 这是用 十语法当中的 劳俗叛句 那么我们在 根轨迹法当中呢 也有判定系统 稳定性的方法 就是你把根轨迹 画出来 系统稳定的那个范围 也就可以知道了 啊 画根轨迹 那么当然呢 根轨迹法 就是要画根轨迹了 把这个开环传递函数的 零点几点 把它都在S平原当中标出来 有两个 在这儿 两个叉叉 负二负五 负二负五 这还有个正 负的二分之一 在这儿 画根轨迹 十语法当中的根轨迹 这段是 这段是 对吧 十语法当中的根轨迹 画出来 再接下来呢 间轨迹线 对吧 这是四减一 有三条间轨迹线 间轨迹线 间轨迹线和石头焦点坐标 是 负二负五 加 减零减零 再减去负的二分之一 再被四减一锁除 负的二点一六七角度 不用说 正负六十度 一百八十度 对吧 在这儿呢 这是一百八十度 正六十 负六十 间轨迹线有了 接下来呢 于须周焦点 这两个开换基点在这儿 分别有两个根轨迹线 要从这儿出来 出来的时候有一个 七十角 七十角是多少 九十 正负九十 凭感觉 你算也是它 七十角 七十角呢 二 θ等于 二k 加一π 什么意思 这是零度 零度 零度 对吧 它的零 减去这个零 减去这个零 再减去两个θ 对吧 等于二k 加一π 你把这个θ算一下 正负九十度 九十度 出来的 出来以后 直接从这儿过来 还是要朝里边拐一下 朝里边拐一下 这地方有一个休息站 他希望从这儿能够到这儿来休息一下 那么再就是于须周焦点了 须周焦点 把特征方程写出来 另s0解Omega 分解十步虚步 另s0解Omega 十步是Omega的四次方 减十倍Omega平方 加k信号等于零 虚步是 负的七倍的Omega三次方 加上二k星Omega等于零 两个方程解两位置数 那么可以写出来 Omega等于2.55 k信号等于22.75 把根本就画出来 就这样 这样一个样子 这是正负九十度出来 出来以后这么绕了一下 在虚周焦点的地方 k信号的值呢 是22.75 那从根本界上 我们可以判断出来 这个使系统稳定的 k信号的范围是在 k大于零 k信号大于零 小于虚周焦点 就是这个22.75 对吧 那么 使系统稳定的 那个k信号的范围 是在这个范围当中 那么k呢 要把它要除一下10 那所以使系统稳定的 开环增益的 取值范围呢 是2.275 和刚才我们 用劳斯判句 给出来的结果是一样的 这是根轨迹法 在评语法当中 也有判定系统稳定性的方法 乃克斯的稳定判句 和对数稳定判句 用乃克斯的稳定判句 乃克斯的稳定判句呢 需要把 辅向等于曲线画出来 这个系统是一个 最小向角的 那你看它 如果是不包围 辅向区 不包围这个 这个复一节零点的话 系统是稳定的 包围了就不稳定了 刚好从复一节零点跨过去 零节稳定的 对吧 好了 首先呢 我们把 开环的辅向曲线画出来 这是纪平面 在纪平面当中 画辅向曲线啊 画辅向曲线怎么画在这 七点 纪结零 纪结零在这呢啊 在这 零到零正到无穷啊 纪结零 模式多少 无穷 向角呢 零 对吧 零在这呢啊 零零零零零 然后呢 从这儿绕到零正的时候 模式 无穷 向角呢 负180 对吧 负180 然后 绕这个 绕这个小圆弧的时候 对应在 纪平面当中 半径都是无穷的 从零一下月到 负180 这个地方来了啊 把这个 用个大 用这个大圆弧 画一下 然后 从这个零正 再往过跑的时候 到了 结零零零的时候 是四个 九十度 减一个九十度 三个九十度 负的 负270 然后这底下 四个无穷的 上面一个无穷的 纪的模等于零了 零 负的 270度 那在这儿呢 为啥我不画到上边去 这个零点零续周近 当我们感觉比较小的时候 它的角度增加的很快 比这个角度 比这个角度 加起来还多 对吧 那么 把这个角度一减 还有多余的 就要从这个 负180里头扣 一扣以后 它就负不过180了 在这儿 那么 随着我们感觉增加 这两个角度 人家后劲大 会把你赶上 那么这个 浮向曲线呢 它就可以啊 当这个 我们俩从零到 无穷大变化的过程当中 这个曲线是这样过来的 我就让它 刚好压在 负一节零点上 这就零界稳定的情况 对吧 这时候对应的那个K 是零界稳定的那个K K要比它小一点 往回收 不包围了 系统就稳定了 比它再稍微大一点 就包围了 系统就不稳定了 这刚好是零界稳定的情况 这个零界稳定的情况 所对应的K 就是系统稳定的 那个K的最大值 进入历史了 现在这么来做 那既然 有了这个信息了 我们把开环 脉冲传地函数 就让它过负一节零点 对吧 怎么做呢 把开环 开环 不是开环 脉冲传假 是吧 评论的信 写成这个表达式 写成十步加虚步的形式 令虚步等于零 这个点就找出来了 这点的频率 就是Omg 向脚交界频率 对吧 带到十步当中去 令它的模 十步等于一 那这个点的频率 是不是就同时 就是Omgc了 那对应的那个K 就是零件稳件 那个最大的K 清楚我说的意思吧 好了 把分子分母 这个把它乘上一个 二减结Omg 再乘五减结Omg 翻到上边去 然后分解成十步虚步 十步是这套东西 虚步是把K 乘过来的后 它除以它 令虚步等于零 Omg就等于 13比2在开方 这就是Omg了 Omg可以算出来 这个时候呢 是算出来 这个在这点的那个 频率是2.55 把这个2.55呢 带到十步当中去 虚步让它等于 等于零了 带到这个里边去 算出来 算出来这个虚步的值呢 是等于K星号 比22.75 令它等于负一 就令它过这个点 那么这个时候呢 K星号呢 就是等于22.75了 清楚我说的意思吧 那这个时候 K星号的22.75 就是十系统稳定的 那个最大的那个边界 再比它大了 系统就不稳定了 那这样一来以后呢 十系统稳定的 开环增益的取值范围 就是它这个值 再除以十 那就是零和2.75之间 2.75之间 清楚了 概念啊 没有问题吧 好啊 除了K星号的稳定判距 还有对数稳定判距 在对数稳定判距上 也可以解决 系统稳定性的问题 那么对数稳定判距呢 就要把这个开环的 对数平均性 要把它画出来 包括对数服务品 对数相片 那么画波特图 这个系统呢 它的转折频率 一个在2 一个在5 一个在0 在0.5啊 在这呢 开环的传递函数 那么现在这个K我不知道 我随便找一个K啊 这K K假说 我就过这点来做这个K 那最重要的K还要调嘛 这是0.5 2 然后是5 三个转折频率 随便找一个高度 这个高度对应的K 我现在先不定啊 一开始这是2型系统 所以做-40的斜律线 到了0.5 碰到的是它 变成-20的斜律 到了2 关系环节 再变成-40的斜律 到了5 碰到关系环节 再变成-60的斜律线 它的对数 扶频特性曲线 就是这样一个样子 K不同的时候 上下会挪动 对吧 现在K我没有定 就这个样子了 现在我先不管它啊 把它甩到一边去 看看它的这个 对数相比特性曲线 对数相比特性曲线 首先是有一个 两个积分环节 从-9 -180 从哪开始 对吧 首先碰到这个 1接符合微分 它要从 从0 变到负的 变到正9 10 它往起拉一拉 对吧 拉起来以后呢 又碰到这个 关系环节 碰到这两个关系环节 又往下掉 从这开始 往起走一走 最后掉到什么地方了 270 4-13 39 270 这么掉过来 对数相比特性曲线 画好了以后呢 是这样一个样子 画好了 这个地方的角度 和-180相交的这个频率 就是Omg 相交交界频率 那我把那个 刚才画好的 对数相比特性曲线呢 我给它上下的挪 挪 挪到什么地方呢 刚好这个Omgc 和Omgg 就相等的时候 什么意思啊 临界稳定的情况 对吧 你在Omgc底下 读那个相交余度嘛 现在相交余度 等于零了吧 对吧 在这个Omg下 读这个 H的分费数 零分费了吧 H等于1了 γ等于零了 这就刚好是从 负1接0点 越过去的那个情况 对吧 那这个时候 这个红线对应的那个K 就是系统稳定 那个最大的K的边界 对吧 那我们根据这个条件 我们先把这个 我们要记解出来 我们要记呢 就是使这个开环的相交 等于-180度的 那个这个频率 那么这个可以写出来啊 是它的相交 减掉这个 两个90度 再减去它的相交 再减去它的相交 那让它等于-180度 那么这个Omg 就是Omg了 带进来 这个-180和-180约掉 把它留在这边 把它两个甩到那边去 解这个三角方程啊 它等于 这大东西 加这大东西 把这两个凑到一起 这是2倍Omg 等于它加它 然后再1减它乘它 把它组合起来 等于这个表达式 解这个方程啊 把它乘过来 解这个方程啊 Omg和Omg 这边约掉一个 拿过来以后 是关于Omg的一个 约二次方程啊 把它可以解出来 Omg呢 等于 二分之十三 开方 令它就等于 Omg 就令它 等于Omg 然后把这个平整呢 带到这个 开环的膜当中去啊 让它等于1 这就这个Omg 就是Omg了 对吧 我带的这个Omg 就是Omg嘛 让它的膜等于 强行令它等于1 那我们就解除 这个相应的k了 开环增益的曲率范围 实在 实在 2.275 使得这系统稳定的 那个范围 开环增益的范围 是在0 和2.275之间 显然 这个k如果小的话 它往下移 往下移以后呢 你看从这儿到这儿 n负 有半次 n正有半次 只要这个穿越不算 把它拉到底下来 不算 系统就是稳定的 对吧 忘了 1分之1 1分之1 减了以后0 这系统的p 是等于0的 z9 z9等于0 系统就是稳定的 这是这个体 使系统稳定的 开环增益的范围 给定了 这四种方法 各有各的思路 但是你做对的话 结果都是一样的 好了 关于稳定性的问题 我们就说到这儿 关于动态 关于动态性能和 稳定性能的 这个性能的 估算问题 我们再举另外一个题 举这样一个题 系统结构图 现在告诉你了 这里边呢 有三个未定的参数 k1 k2 beta 这个beta呢 这个测速反馈 测速反馈 那么 将你讨论 这个k1 k2 beta 分别 分别变化的时候 对系统性能的影响 包括它的动态性能指标 和稳态精度 定性的去说它 做这个事情呢 我们有不同的方法 实域分析法可以来做 做实域分析法 要分析它的这个动态性能和稳态精度的话 要把它的开环传递函数和变环传递函数都要找出来 稳态精度呢 看它是几型的 然后这个 这些参数 然后对动态性能来讲的话 你把它的变环传递函数写出来 看看这是二阶系统吗 把它写成那个 二阶系统的那个标准形式 看它的OmN表达式是怎么样的 然后看它的阻尼比的表达式是什么样的 然后来推断它的这个动态性能指标和这个稳态精度 那怎么来做 那么 首先把开环传递函数写出来 开环传递函数等于它 乘这个小闭环的闭环传递函数再乘它 乘的结果 它 显然这个系统呢 是一型的 开环增益等于把它 把它写除 K2和K2预约是K1比β 开环增益等于K1比β 然后呢 把闭环的传递函数写出来 是单位反馈的 分子和它一样 分母等于它的分母加分子放在这 显然这是唯一标准形了 这手艺标准形了 这个东西开方就是 Omega N Omega N等于K1K2乘起来 再开方 然后这个K2β 就是2比克西Omega N 所以呢 把这个克西求出来 克西等于这套东西 出上2Omega N 这个根号2和根号2 一约上面给出来个根号2 就是阻击比是这样一个表达式 显然 这个系统的开环增益和 我这里边的三个参数有关 它的无阻击自然频率和参数有关 阻击比也和参数有关 对吧 所以这三个参数 这个分别变化的时候 对于系统的稳态精度和动态性能 是有影响的 那做这个事情呢 我们先用实语分析吧 有了这个条件以后 我们就可以讨论了 首先 当K1增加的时候 这个K1K2β分别变化 先看这个K1的变化 K1变化以后呢 首先 K1变化增加了以后 开环增益增加了 对吧 开环增益增加了 对于这个单位斜坡函数来讲的话 稳态无差 减小了 因为这是 这是一型系统 在T的一档次的输入情况下 那个稳态无差等于A比K K越大 稳态无差越小 对吧 那么再看它动态性能 动态性能的话 说什么呢 看这个超调量 超调量就看这个阻尼比了嘛 K1变化的时候 K1增加的时候 显然 阻尼比是减小的 阻尼比减小了 超调量就增大了 对吧 那调节时间呢 调节时间等于 3加5出根的10步 根的10步就是这个东西的一半 对吧 它和K1无关 所以K1变化的时候 调节时间基本是不变的 记住吧 对不 这个意思啊 这是K1变化的时候 再看K2 K2变化的时候 刚才给出来结果 开环传电下数 变环传电下数都有了啊 K2变化的时候 首先看开环增益 开环增益和K2无关 所以 K2变化的时候呢 这时候稳态无差不变 如果是单位协波数字的情况下啊 闻台无差是不变的 那么这个超调量呢 超调量看 总的比 那么K2增加的时候 它增加了 它增加了以后呢 超调量减小了啊 调节时间呢 调节时间等于3.5出 它的前面系数的一半 2倍XOmN嘛 那么这个K2增大了以后 调节时间就 减小了啊 从这儿可以看得出来 调节时间是 减小的啊 这是K2变化的时候 再看β β变化的时候 β越大 开环增益就越 小 所以它的稳态精度就越 大 对吧 所以这个测速反馈加上以后呢 对于动态性能的改善 是非常明显的 但是呢 对于稳态精度来讲 它会有损失 再看超调量 超调量看它了 显然 这个β增加 阻尼比就增加了 还是线性增加的 增加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测速反馈的效果 就是增加阻尼 增加阻尼了 超调量 下降了 而且下降的力度比较大 那么调节时间呢 是它的 3.5出它的一半 β越增加 调节时间就越减小了 显然 这个β加了测速反馈以后 动态性能指标显然是提高了 但是本台精度 会有所损失 这是用实语法 那么再看根轨迹法 根轨迹法研究系统性能呢 是要把 根轨迹画出来 对吧 对于这个系统来讲 我们开放传递函数已经写出来了 写出来以后呢 我们首先把这个 特征方程写出来 因为我们研究的问题是 K1开2β分别变化的时候 这相当于什么呢 参数更过激的问题 对于不同的参数 你要针对不同的参数 划它的 构造它的等效 开放传递函数 特征方程写出来 先看K1 K1变化的时候 这一项是变参数 把它甩在分子上 甩在分子上 剩下的呢 把它放在分母上 那这个时候呢 它的开换零点 几点分布是 零点没有 一个在这 一个是在负的 K2β这个地方 这个根轨迹就好画 就是它 对于欠动递状态的情况下的话 显然 这个K1增加 K1增加以后呢 这个跟往这边 往这边跑 超调量就越来越 K增加的时候 超调量越来越 K1增加 跟往这边走 β角越来越大了 阻尼就越来越小了 超调量就越来越 大了 阻尼比小了 超调量增加了 调节时间呢 基本不变 基本不变 调节时间基本不变 和刚才我们用 那个十余分析法 得到的结果 你去 去对照去 现在我们前面 信息丢了 实际上两个结果 是相同的 好了 K2增加的时候 要构造 K2变化的时候的 等效开换转 把这两项 甩在分子上 把这项甩在分母上 显成这个表大事 那么它呢 这个对应的 那个零点级点分布 这个地方有两个 它有一个零点 在负的 K1比β这个地方 画根维计 怎么画 就它 对吧 显然 当这个K2增加的时候 这个根是 往这儿走的 超调量 先增大 后减小 β角一开始是90度 最后连续的减小的 没有一开始增大 所以 是不是这事情 所以呢 超调量是 一路减小的 超调量 减小的 没有问题 调节时间呢 根嘛 从这儿跑嘛 离徐州越来越远了嘛 调节时间肯定是 越来越小了 越来越短了 调节时间越来越短了 动态性能的变化规律 从根维计上 可以明显的可以看出来 那么再看β β变化的时候 把这个项甩在分子上 这两项甩在 甩在分母上 是这个结果 这个情况下 它的开环零点 几点分布 这儿 零点在这儿呢 几点是一对 纯须根 这儿一个 这儿一个 花根给借 这时候 动态性能指标 随着这个β的变化 这根往这儿走 超调量是越来越 小了 因为β角越来越 小了啊 总计比越来越大了 超调量越来越小了 调节时间呢 越来越 短了啊 跟这个根离徐州 越来越远了嘛 三点五出根的十步嘛 啊 所以呢 β变化的时候呢 这个超调量是减小的 调节时间呢 也是减小的 对吧 根规计法是这么分析的 再看评语法 评语法当中呢 我们用评测性 来分析系统的行动指标啊 那我们把开环 开环传奇函数写在这儿 把它的对数 把它写成一个 唯一标准形式 开环增益在这儿来 这是它的转折频率 对吧 那现在这个 开环增益没有一个基准 我假如说啊 它是一型的二节系统 负二十 负四十 我先做一个 k 使得呢 这个转折频率和k 刚好相同 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呢 k1比β和β k2乘β 两个之一一样 岂不是 这个转折频率 也就是k了 清楚我说的意思吧 我我以这样一个状态作为比较的基准点 然后再看这个k1 k2 β变化的时候的情况 和它相比 不怕不是货 单怕货比货 你得要有一个比较的基准 清楚我说的意思吧 看 这样一画以后 它的上意是这样 下意是从-90到-180 在这个转折频率的时候 我刚好过负45 负的过135度 负的 好了 以这个条件作为基准 现在我们先看 k1变化的时候 k1变化的时候 它 就是增加了开环增益 但是这个转折频率没有变 对吧 k1变化了 增加了开环增益 那就说 它的转折频率没有变 它的下意就不变吧 k增加了以后 我把上意往上抬 这个意思吧 假设说 k增加了以后 我把这个上意抬到这个地方了 和原来相比 原来的截止频率是在这儿 读相较异度是在这儿读 现在k1增加以后呢 我们看c往后1了 读相较异度就得往这儿读了 对吧 这相较异度就小了吧 相较异度小了怎么样了 碰到这种问题啊 不要忘了三频段 三频段的低频段管的是稳态精度 对吧 你把这个k1往上一抬了以后 相当于k增加了 那么当斜拨输入的情况下 稳态误差就减小了 减小了 首先低频段可以确定 稳态精度是 就是稳态精度提高了 就是稳态误差减小了 低频段 中频段呢 截止频率往后靠了 相较异度减小了 相较异度减小肯定对应着超调量增加 超调量增加了 调节时间呢 Omc增加了 对你看 截止频率原来在这儿 现在截止频率跑这儿来了 对吧 单从截止频率增加的角度来讲 有利于调节时间减小 但是这个相较异度减小了以后 它震荡的次数增加了以后呢 又不利于调节时间减小 这两个因素是矛盾的 那么在这儿呢 到底是使得调节时间减小了 还是增加了 说不准 因为这地方没有给具体的数值 所以这地方调节时间增加减小了 我们说不清楚 就放在这儿 可以用别的方法去讨论 清楚了吧 这是这个问题 从高频段来讲 高频段你整个抬高去以后 它的高频段抬起来了 系统抗高频干扰的能力下降了 就从这三个频段去讨论就行了 低频段 文态精度 中频段 动态性能 高频段抗高频干扰能力 那么频率法呢 多出来这么个信息 再看这是K1 K2 K2变化的时候 开完增益不动 但是呢 这个转折频率 往后靠了 对吧 原来是在这儿 现在就不在这儿了 把它去掉 以这个地方为基准 开完增益不动 前面是维持的 但是转折频率呢 向后移了 比方说移到这儿来了 β2增加的时候 对你的效应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是说 你开始增加以后 节制频率是不变的 但是相较余度呢 这个曲线就不这么划了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过 负的135度 现在 那么他读这个 向脚余度的时候 就是在这儿读 就读这一段了 这是向脚余度了 对吧 向脚余度比原来增加了吧 截止频率是没有变 向脚余度增加了 那么第一频段呢 没有动 意味着什么 第一频段没有动 就是斜拨作用的情况下 稳态误差没有变 中频段呢 截止频率没有动 向脚一路上去了 什么意思 超调量降下来了 而且超调量降下来的同时 降到干嘛 干嘛增加了嘛 那OmegaC用没有动 调节时间肯定减小了 对不 所以呢 调节时间是减小的 对于二节系统来讲 这个调节时间和OmegaC乘起来 等于7除以弹点的干嘛 干嘛增加 这个东西没有动 调节时间减小了 这个可以说得清楚 再从高频段 高频段呢 抬起来了 抗高频感染能力呢 有所下降 清楚了 再看β β在这 β一变以后呢 既改变开环增益 又改变 转折频率 对吧 β增加的时候 k减小了 β增加的时候 这个转折频率往后延了 那么 我们这样子 β变化的时候 还是以原来的为基准 k减小 往下压 往下压以后呢 转折频率向后靠了 比方说变成这样了 和原来这个相比的话 k减小了 这个转折频率向后考了 这是β增加 所造成的后果 那么 转折频率到这儿了以后呢 它的对数 相比同性区间 就要往这儿画了啊 在这儿 过负子135度 那么你看 这个现在 原来这个截止频率 是在这儿 相较余度在这儿读 现在呢 截止频率在这儿来了 相较余度呢 在这儿读了 这就大了很多了啊 对吧 截止频率也减小了 相较余度加了很多 这是中频段 那看啊 我们还是从低频段开始看 低频段呢 降下来了 什么意思啊 当斜波数的时候 文态精度会降低 就是 这个 文态误差会增加啊 这是β 加了阻尼以后 文态精度会有所损失 那中频段一看以后呢 你看 这个相较余度增加了很多 明显啊 转折频率向这边 向这边移了以后啊 转折频向这边移了以后 相较余度增加了很多 相较余度 这个超降量会非常明显的降下来 那么调节时间呢 调节时间呢 一方面是 相较余度增加以后 有利于调节时间减小 但这个 截止频率呢 原来在这 现在 减小了 它又不利于调节时间 减小 这两个因素互相矛盾的 所以呢 这个时候呢 到底是调节时间具体减小了 还是增加了 说不清楚 有具体数值 你具体去算 那么可以用别的方法来讨论 这是频率法 清楚了 不同的方法 我们给出来 食欲法 根部机法 频率法 这些工具给你 你不要把它当成负担 对于同样一个问题来讲 你可以选择 根据这个题目的内容 它的这个 以致的条件 你选一个最合适的 最简单的方法去做 做完之后 如果不保险 还可以换其他方法去做 不要说 讲了这么多方法 到时候怎么用啊 那是你的问题了 好了 这个作业呢 综合作业 你们综合作业有两个 第一个呢 是它的题比较简单 这个这个题呢 就是将来你们考试命题的题 肯定比你C1 第一个练习呢 要要难 那个题只是叫你理解一下 就看看它 考试的题型会包含哪些 可能会包含哪些 那么这个 这个辅录C2呢 那个题比较难 那是从研究生的考试题当中 抽出来比较具有典型性的那些题 那些题呢 你看不懂 不是说明水平没有到位 那个题比较难 你可以考虑一下 可以不去看 我们今天的内容呢 就讲到这 好了 下课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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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